他曾是芯片行业的翘楚带领日本芯片走在世界最前沿 却因动了美国的奶酪而被杀得片甲不留 他72岁高龄加入中国死光集团 坦言我不想作为一个失败者结束人生 加入中国紫光就是想自己做个了结 他的这一举动让全球业内人士大吃一惊 他的这句话让无数人为他疯狂点赞 他就是曾经的日本芯片巨头版本姓雄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故事的一切还得从头开始讲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与此同时日本的高科技产业也一片大好 尤其是半导体芯片产业蓬勃发展 市面上近百分之九十的产品都是他们的 他们的产品不仅质量好 技术过硬 而且给出的价格也很合理 这下作为世界老大哥的美国可坐不住了 美国的性子就是一向爱在各国之间争第一 美国一看不乐意了 版本姓雄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的多也就算了 价格还比他们的低的多 这哪行啊 这样下去他们的产品不是更没有市场了吗 于是美国就又使出了自己的一贯伎俩 打压制裁 这动不动就拿打压说是 就算是在财大气粗也不能是这个做牌 但他就是这样做了 而且毫不留情 一份美日半导体协议撕开了美日友好的假面 美日半导体协议不仅要求日本放开自家的半导体市场 而且还要求外国公司在五年内获得日本半导体20%的市场份额 这样的一则霸王协议 无异于明晃晃地跑到人家门口伸手朝你要市场份额 日本还不能不给 碍于美国的军事实力 以及所谓的美日盟友关系 日本政府不得不捏着鼻子同意了这份协议 很快 美日储存芯片的产量逆差局势就扭转了过来 美国的这一举措让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产业大受打击 全球市场份额一度跌到了10% 面对美、韩的联合打压 日本也不是毫无还手之力 为了抵抗美、韩在芯片领域的联手打压 1999年经过日本政府点头 日利、NEC、三菱电机等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了RBDA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日本的内存产业 由版本信雄担任董事长负责一切管理决策事务 RBDA这一名称有着深切的含义 他有希望的意思 这一名字足以窥见日本政府的用意 日本半导体行业在版本信雄的带领下又一次活了过来 日本的内存也得以恢复生机 经过几年的打拼 RBDA也在行业内打响名号 他们推出的一系列关于智能手机的内存设计 也迅速占领了市场 赢得了支持者的一片叫好 而后RBDA产业越做越大 鼎盛时期市场份额已经稳居世界第三 但是春风得意的版本信雄没有注意到 一股强大的势力正在暗地里翻涌 伺机将其搞垮 2008年 一场可怕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 RBDA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制约 举步维艰 美韩已经等待两久 一看时机到了就立刻落井下石 凭借三星雄厚的资本 美韩利用阴险的反周期手段疯狂生产芯片 极力压低市场价格 RBDA的产品开始大量滞销 亏损严重 短短几个月 RBDA就背上了高额债务 再也无法担负起高昂的研发费 眼看自己的心血就要毁于一旦 版本信雄级的团团转 日本政府也不忍RBDA倒闭 就在2009年通过产业再生法修正案 向RBDA提供了1300亿日元的资助 但对于烧钱的芯片行业来说 这点钱哪够用 到2011年RBDA又撑不住了 版本信雄跑遍了日本的银行 希望得到贷款解决燃眉之急 但听到RBDA如此高的负债 银行躲都躲不及 谁还敢贷款给他 没办法政府又出面了 找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来帮忙 银行倒也爽快 贷款可以 但必须找一家大厂商做战略股东 版本信雄好歹见到了一次生机 满怀期待地赶往其他国家寻找支援 但每个公司都打着幌子拒绝 版本信雄碰了一鼻子灰 无奈之下 版本信雄决定投靠美国的一家芯片公司 美光 虽然极不情愿 但他知道 只要投靠美光 RBDA就有存活的机会 幸运的是 美光总裁非常看好RBDA 愿意跟版本信雄合作 两人交谈了几个月 将关键条款都谈妥了 就等着签约 可是意外 说来就来 就在协议签署前半个月左右 爱冒险的美光总裁开飞机 塞到了地上 一命呜呼了 签约的事情就此搁置 此时的版本信雄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硬 最终只能向法院申请破产了 一代商业巨头 就此陨落 美国看到这一幕可是高兴坏了 在RBDA宣布破产后的几个月 美国芯片公司美光科技就以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尔比达 版本信雄没想到自己奋斗半生的公司就在这一刻化为了泡影 他心有不甘 不想认输 如果说尔比达是因为技术问题破产 那他败得心服口服 但是显然情况并不是这样 他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呢 但当时那个情况 他也只能带着遗憾退出商业舞台 但版本信雄内心是不会就此认输的 就在大家以为他会黯然退去的时候 一则消息震惊了众人 2019年11月 版本信雄向大众公开宣布 他将正式加入中国紫光集团 负责紫光集团的内存技术开发 从而促进中国芯片的发展 紫光集团一开始是由 清华大学主导建立的一家校版企业 后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产业体系 实现了从新到云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成为了国产最大的集成电路企业 也在国际信息技术产业市场上不断突起 版本信雄满怀信心而来 是要同美韩一较高下 夺回属于他的荣光 当时的版本信雄已经72岁了 年过七旬一般人基本都要退休了 但他依旧有一颗热血雄心 他自己坦言加入紫光 就是为了复仇而来 他不想自己的人生有遗憾 可以说紫光和版本信雄 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紫光看重的是版本信雄 在芯片内存领域 30多年的领导经验 版本信雄可以带来的人脉 以及他在半导体芯片领域 所拥有的优秀的领导力 版本信雄看重的 也是紫光在芯片领域的地位 以及紫光给的待遇 对于版本信雄 投奔中国紫光集团的消息 中国的媒体和群众 多是表示欢迎 抛开历史因素来谈 只有中日合作 才能联手对抗美韩 在储存芯片领域的垄断制造 紫光集团也有相应的经济实力 和技术人才 支持中国芯片领域的 自主研发之路 加入紫光是版本信雄 最好的选择 版本信雄曾说 中国应该坚持发展 自己的技术 打好基础 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因此培养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 半导体产品的能力会更好 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中国的国内市场庞大 倘若充分开发国内市场 实现自产自销 中国芯片就有很大一部分 卖不出去了 这也是现今美国 对中国实施芯片制裁 却断而不决的原因 既有良好的芯片研发环境 也有足够的内部消化市场 中国芯片行业的前景一片光明 加入中国紫光 版本信雄可以放心搞视野 不怕没钱 不怕没销路 洞山再起 不是梦 版本信雄加入中国集团仪式 并非偶然 也并非个例 前有研究出 十亿像素相机的美国科学家 戴维·布雷迪加入中国国籍 又有人工智能领域的美国天才 丹尼尔波维 入职中国小米 如今 日本芯片巨头版本信雄加入中国紫光 海纳百川的中国吸引了众多世界优秀人才 在中国开放暴容的环境下 他们的实力可以得到极大限度的发挥 反观美国一心想当世界霸主 建立单极世界 仗着自己实力强大就横行霸道 看谁发展得比自己好就打谁 什么事情都要美国优先 最终只会被全世界抛弃 最后您对版本信雄加入紫光有何看法 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